评论肯定观光有业者疑似为了抢客 推出四天三夜秋日游 透过旅游电商平台预定还能再想折扣 不过这宣传却游走尺度边缘 出现了女子身穿薄纱的模样 引发网友讨论 不过旅游电商平台则澄清 这宣传海报并非官方发布 也请大家不要受骗 海报上女子穿薄纱样子相当清凉 颇上网路马上引起网友讨论 屏东肯定有业者疑似为了救生意 推出四天三夜秋日游 一人要价九千八百八十元 不但入住高档饭店还送千元水上活动 以及八百元夜市美食券 如果透过旅游电商平台预定 还能再想折扣 不过平台立刻澄清 这不是官方发布 上面提到的这些优惠码 其实也是假的 所以我们担心民众可能会误点 这些不明来源的连接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去点击 我们没有做过 也没有人找我们做这个东西 虽然是假的 但海报上的旅游方案 不少网友坦言诚意满满 不过要就墾丁观光 这招到底有没有用 而交通部前部长叶晃石 曾经提到 把墾丁所有房子屋顶涂成同样颜色 应该要用整体式推动观光 你一个房子 一个房间要游戏那倒还好 那你要全部通通游戏 那这个钱谁来出啊 挽救观光不光是推出旅游方案 而是要想如何吸引游客 一去再去才能真正留住客源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 请问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